长期关注台湾教育的台湾卓越典范协会 李市长王明宗日前回到故乡新竹 选择以认识汉字为主的动画悠游自在 捐赠给新竹地区40所国小 新竹市长许明才特地颁发感谢状 肯定王教授对教育的用心 台湾卓越典范协会李市长王明宗 从新竹市长许明才手中接下感谢状 为王明宗捐赠给新竹地区40所国小 以认识汉字为主的动画悠游自在 举行宣书理事 这个悠游自在 那么事实上是我看过类似教材中 最生动有趣而且深入前出 那么它由动画开始 而且甚至有中英对照版本 那么从甲骨文 金文 小传 大传 一路演化到楷书 这是我看过最好的一套教材 教孩子们怎么认识我们的这个书 自得奥妙我想这是对整个教育来说 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这个起步上 有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重视学生品德教育的王明宗 任教于台湾大学 同时也是台湾卓越典范协会李市长 王明宗认为 悠悠自在用动画呈现汉字的趣味和奥妙 加上有趣的文化故事 让孩子的性情从小就受到良好的熏陶 每一个中华文化里头的小故事 它都带到品德相关的 所以这也是我非常欣赏这一套的原因 他除了了解汉字之美 中华文化之美可是在里头的底蕴 却是中华文化生成最好的一部分 就是品德教育 它里面阐述了每一个字的由来 甚至说那种非常轻松活泼的方式 然后让孩子们来了解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悠悠自在 曾获得广播电视小金钟奖 今年更入围澳洲澳本儿童 及青少年国际影展最佳短片 不仅深受小朋友喜爱 也广受教育界的认同 新唐人亚特电视林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